一向以霸道总裁形象识人的张汉 似乎总给人一种很高冷 很有距离的感觉 但在看完亲爱的客栈才知道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友好善良 还能巧妙的处理各种刁钻问题的智慧性人才 网友都表示要感谢亲爱的客栈 让大家挖到了张汉这个宝藏男孩 张汉作为当年的霸瓶王 称他顶级流量并不为过 不夸张的说 但凡有他参演的偶像剧 收视率这块肯定不用操心 张汉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 一起来看流星雨 当时真是让网友追到上头 霸道总裁也成了张汉很长一段时间里 一个摘不掉的标签 就在大家以为张汉在霸道总裁的人设里 难以转型的时候 张汉用实力派演技 刷新了人们对他的固有认知 现在的张汉 不再是那个动不动就承包鱼糖的高富帅了 战狼二里 张汉饰演的熊孩子 卓亦凡 外表中二 内心温柔 出场一身美国大兵军装 搭配炫酷大红色耳机 举着枪和无精叫嚣 承包了网友所有的快乐 熊孩子后面和大家并肩作战 又热血十足 狂拽不羁的他 让大家眼前一亮 纷纷表示 重新认识了张汉 重新认识了张汉 不久前一部电影《催眠》才觉得上映张汉又凭借着打戏上了热搜 电影里他饰演的特种兵战士 杨凯 打戏很多 而且非常密集 对于一个非专业的功夫演员来说 如此高难度的动作戏 可想而知 张汉私下付出了多少努力 网友们都说张汉转型了 放下偶像包袱 不演霸道总裁的张汉 意外好科 男人味十足 硬汉形象 也慢慢深入人心 演戏认真的张汉 圈粉无数 但是更多网友对他录转粉 真不是因为他演技有多炸裂 而是这个人真的太上头了 在最近一档真人秀 亲爱的客栈中 张汉彻底暴露了自己宝藏男孩属性 他是团队里的粘合剂 一直努力的粘合各方关系 安抚同事情绪 并为此多次向老板进行沟通 客栈里的其他人遇到问题 也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向他求助 节目中张汉的表现 被大家冠以商业鬼才的称号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不光是上德厅堂 下德厨房 砍架技术一流 交际手腕也不同凡响 和周边老板谈合作 既然人家给不到最低折扣 那就聊置换 聊总价 让人忍不住称赞他的商业谈谈口才 这哥们儿真的好会说 一时间张汉砍架 也登上了微博热搜 咱们就按这个菜单来呗 好吗 七百二十五 然后七百二十五的基础之上 还有折扣 对不对 七折 然后你这个品牌的酒也会这两款 成为我们的 亲爱的客家的店酒 好吗 咱们这么聊 就是我就是成为你的经销商 好吧 要不然咱我也不是说 现在马上跟你一起经销 我加你一个微信吧 好 谢谢 无论是演戏认真的张汉 还是节目中大家的快乐源泉 张汉正不断改变自己 变得越来越有料了 也希望这个宝藏男孩 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灭咕视频 独家策划